好的 这话友想要把绣球开出来蓝色 不知道怎么操作 很多话问老花姨你们是怎么调蓝的 先说我们 我们在大棚里面我们是负责生产 我们用到的就是一个随缘调蓝法了 因为有的客户它需要的是蓝色 有的客户需要的是这种粉色 也有的客户需要这种渐变色 所以说我们不会刻意的去追求 把它调的像这种特别特别特别的蓝 我们只是说随意的放上一个 那我们用到的就是这种进口的一些个 调蓝剂直接就是撒到土里面 一般就是一百天一回 一般我们就放一回 如果说你要迫切需要调蓝的厚宝 您就在花苞还小的时候 调蓝这个事就像胎教一定要趁早 你像我都三十了 你再给我胎教我不听得到 是一个道理 我们就直接撒到土里面 期间也就撒一次 多了也不就再不再研究它了 它会缓慢的去释放它里面的那些个蓝色素 也就是花青素和飞燕草素 如果说往深入里面讲的要合成这个必备两个元素 一个是铝元素一个是甲元素 这里面它都含有了 当然了这个现在价格也是比较高 这一小型的话差不多有三四十块了 很多话觉得很贵 那么有没有便宜的一个方案呢 有大家可以买硫酸铝 也就是这种便宜的乔南机 这一小瓶半斤装的250克 也就十几块钱 但是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五个字 就是小铝甲山林 怎么样去理解呢 小是在花苞还小的时候 我就要趁早弄了 因为是胎教嘛 铝呢就是说 这个铝元素了 甲呢就是甲元素 铝元素和甲元素是合成蓝色素所必备的 刚才也点到过了 然后呢就是酸 这一切呢要在一个弱酸的一个条件下 你像我们棚里面呢 都是用到的纯净水 里面是没有什么水碱的 不会碱性过高 而导致这些跟它吸收不良 一般不会出现这个情况 最后一点呢是 零元素的一定要注意 就是在这种调蓝的时期 大家要避免和零元素的一个冲突 如果说你用大量的零元素的话 它会抑制它变蓝这个过程的 因为就像小孩在写作业的时候 你给它看电视是一个道理 它就写不好作业 所以调蓝的时候 要和零元素你要结合着蓝 不要一起用 一起用会相互抵消 不是说相互抵消会影响调蓝 好了 一片关于调蓝的一个 觉得不错 就点个赞 抽包 其他有问题跟视频要留言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软一些咱们 下期再见 拜拜